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亚洲大眼睛节目 今天我们要带您深入探讨一起正经正解的案件 前纽约州长助理林达孙润的山被控充当中国政府的未披露代理人 这名41岁的助理在他的政府职位上竟然秘密阻止台湾代表与官员会面 并试图安排高级官员访问中国 还因此获得数百万美元的回报和奢华礼物 包括美味的鸭肉大餐 他和丈夫克里斯·胡克里斯在布鲁克林被逮捕后 对所有指控表示不认罪 但联邦检察官的起诉书中详细列出了他们的洗钱阴谋和银行欺诈行为 这对夫妻的生活方式从法拉利豪车到价值数百万美元的房产 无不令人折舌 这一切究竟是如何发生的 随住案件的深入 这起事件不仅引发了对个人行为的质疑 也让人重新审视美国的国家安全 以及外国对内部事务的影响 这无疑是一起值得我们关注的时间 让我们一起期待后续的发展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阳光明媚的早晨 联邦探员突击搜查了位于长岛的一处豪宅的一处豪宅 这里正是前纽约州长凯西 获处凯蒂哈库的父母寮长 林达、孙令德山和她的丈夫克里斯胡贵守的住所 联邦调查局FBI将他们双双逮捕 指控林达、孙秘密充当中国政府的代理员 并收受数百万美元的贿赂和礼物 包括美味的南京风味、盐水鸭大餐 孙和胡在布鲁克林的美国地方法官佩吉 郭派提库面前出庭 对所有刑事指控均表示不认罪 检察官指控她在州政府工作期间阻止台湾政府代表与官员会面 并试图安排纽约州高级官员访问中国 她的丈夫胡责被指控参与洗钱和银行欺诈 据称利用这些不易之财购置豪华车辆和房产 包括一辆厄尼罗马跑车和载尼罗马跑车 和在纽约长岛与夏威夷坛相传的豪宅 这并不是一起孤立事件 美国司法部最近几个月来 一直在打击中国政府所谓的干涉行为 联邦检察官布雷恩·匹斯·Briant-Peatside新闻稿中解释道 林达·孙和她的丈夫通过非法计划获得了数百万美元的财富 这些资金被用于购买奢侈品和房产 白她表面上是在为纽约人民服务 实际上却正为中国政府的利益服务 此案震惊了政界和媒体纽约州长凯西·霍处的发言人告诉美联社 当办公室在2023年3月发泄孙的不当行为后 立即将她解雇并报告给执法部门 国处并未被指控有任何不当行为 她的办公室在整个过程中协助了调查 这的故事揭示了一个复杂的双面生活 她曾在多个州政府机构工作 甚至在前州长安德鲁·科莫手下扳任高级职位 2022年为霍处的父母寮长 逐渐成为纽约州政府中职位最高的亚裔美国人 她的职业生涯可谓一路青云直上 但在表面风光的背后却埋藏着深深的秘密 联邦检察官指出 孙伟能根据外国代理人登记法 注册为代表中国工作的代理人 并积极隐瞒她与中国政府的关系 她还被指控签证欺诈和偷渡外国人罪 以及参与洗钱阴谋 这些行为深深威胁到了美国的国家安全 检察官表示 这些行为直接威胁到我们国家的国家安全 值得注意的是 虽然行为并不是孤立的个案 在过去几年中 美国司法部已经对多名被指控为 中国和俄罗斯等对手工作的个人提起诉讼 上个月布鲁克林的联邦法院判定中国学者王苏军 王收集支持中国民主的纽约活动家的信息 并将其发送给北京 这些案件无不显示出 中国政府在美国进行秘密活动的范围之广和深度之深 孙德辩护律师贾罗德·谢弗·杰瑞赛在听证会后表示 我们的客户对这些指控感到非常不安都非常不安 中国驻美大使馆的发言人则为对置评请求做出回应 孙德下一次出庭日期定于9月25日 国法官命令他以150万美元保释 而胡则以50万美元保释 这场戏剧性的逮捕和指控 揭示了一个复杂的国际间谍网络 一个高级政府官员如何利用自己的职位和影响力 命令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共产党的议程 在纽约州政府中任职近14年的孙 如何从一名压抑美国事务主任 一路晋升为父母疗长 再到最后因为秘密充当中国政府代理人而被捕 这一切都让人不禁稀释 然而这并不是故事的终结 只是美国司法部打击外国 打击外国干涉行为的一部分 未来更多类似的案件可能会被揭露 这一系列行动强调了美国 在保护自身国家安全方面的决心 也提醒了我们在全球化的时代 国际间谍活动无处不在 而政府和个人都需要提高警惕 随助联邦调查继续深入 孙和胡的未来命令尚未可知 但可以肯定的是 这起案件已经在美国政界和媒体中 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这也为我们敲响了警钟 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里 国际间谍活动可能会出现在 在我们生活的每个角落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纽约州前州长凯西 霍楚尔的助理琳达 孙 Linda Sun 被指控在未披露的情况下 充当中国政府的代理人 并从中获取了大量金钱利益和礼物 这一指控引发了国际媒体的广泛关注 并成为美国司法部近期行动的一部分 旨在应对来自中国的 国家安全威胁 琳达 孙 41岁 曾在2021年被任命为霍楚尔的父母疗场 她的丈夫克里斯 胡 Chris Who 40岁 两人在周二早上被逮捕 并在布鲁克林的美国地方法官 佩吉 郭 Peggy Kuo 面前出庭 他们对刑事指控表示不认罪 联邦检察官指控孙和她的丈夫 利用孙的职位为中国政府谋取利益 包括阻止台湾政府代表与纽约州官员会面 并未经授权为中国政府代表获取官方州公告 他们还试图安排纽约州高级官员访问中国 作为交换 据称中国政府代表为胡安排了数百万美元的交易 并向孙和胡提供了其他金钱和物质利益 这些利益包括购买了价值数百万美元的房产 如纽约曼哈赛特的一处价值410万美元的房产 和夏威夷潭香山的一处价值210万美元的公寓 此外 他们还购买了一辆2024年的法拉里豪华车 这些金钱和物质利益的获得被认为是通过回扣和洗钱实现的 司法部的起诉书还指控孙范有签证欺诈和偷渡外国人罪 以及参与洗钱阴谋 胡则被指控参与洗钱阴谋 以及共谋银行欺诈和使用家庭成员的身份 开设新银行账户 联邦检察官详细描述了这对夫妇如何 为中国洗钱数百万美元 以换取回扣来购买豪华车辆和房产 孙自2022年离开纽约州州长办公室的工作后 短暂担任了州劳公部的副秘书 值得注意的是 霍出尔并未被指控有任何不当行为 他的办公室在2023年3月 发现孙的不当行为后立即解雇了他 并向执法部门报告了他的行为 并在整个过程中协助执法 这一事件是美国司法部为应对来自中国的 国家安全威胁所 采取的一系列行动中的最新意起 此前 美国司法部对据称在纽约市经营秘密警察站的 两名男子提起了指控 中国政府否认了这些外国间谍活动的指控 这次逮捕 距离联邦调查局探员突击搜查 孙河湖位于曼哈赛特价值350万美元的住宅 不到两个月 这一事件凸显了美国政府对中国政府所谓的干涉行为的高度重视和打击力度 孙河湖的下一次出庭日期定于9月25日 这一指控对于中美关系 以及美国国内对外国代理人的监控和法律执行具有重要意义 案件的进展和最终结果将对美国如何应对外国政府代理人 在美国活动的法律框架和政策产生深远影响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琪琪 女士们 先生们 林达孙的案件真是令人折舍 我们不能忽视她在纽约州政府中利用自己职权 为中国政府谋取利益的行为 这种行为不仅威胁到国家安全 还损害了美国的民主制度 外国代理人登记法存在的原因 正是为了防止这些未披露的外国影响力 她和她的丈夫从中获得了数百万美元的回扣 购买了法拉利和豪宅 这怎么看都是一个腐败案件的典型例子 这样的人怎么能不被追究责任呢? 哦 楚天书 你说得好像她的罪行已经尘埃落定似的 美国司法系统的基础是无罪推定 它还没有被正式定罪呢 你知道吗? 在历史上 很多这样的案件最后都被证明是误会或过度反应 正如冷战时期上演的麦卡锡主义 再说了 鸭肉大餐也能成为罪证 拜托 这听起来更像是某个幽默剧情的桥段 谢琪琪 我们不是在演喜剧 而是在谈国家安全 灵达孙的行为不仅仅是享用鸭肉大餐 她涉嫌阻止台湾政府代表与纽约州官员会面 并试图安排纽约州高级官员访问中国 这些行为明显是为了推动中国政府的利益 这就像孙子兵法里说的那样 上兵伐谋 他利用自己的职位进行政治阴谋 这是对美国政策的直接挑战 楚天书 你的孙子兵法引用真是恰到好处 可惜的是 这里并没有战争 只有司法程序 他是否阻止了台湾代表的会面 或是试图安排官员访华 这些都需要证据来证明 如果仅仅因为这些指控就把他打成罪犯 那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把每个与中国有商业往来的人 都列为嫌疑犯呢 我们是不是要再来一次麦卡锡主义 这可不是现代文明社会应该走的路 谢琪琪 你说的好像这是个无伤大雅的小事 实际上 这涉及到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 联邦调查局 FBI的调查和起诉书已经提供了详细证据 显示他和丈夫如何利用他的职位 为中国政府谋取利益 这不是简单的商业往来 而是一个精心策划的阴谋 涉及到洗钱和银行欺诈 他的行为不仅仅是违法 还直接损害了美国的利益 这样的行为就应该受到法律的严惩 楚天书 你说的这些听起来很严重 但我们不能忽视司法程序和证据的重要性 起诉书提供的是指控 而不是定罪 历史上有太多的例子告诉我们 在没有确准证据之前 不应该草率地下结论 更何况 每个被指控的人都有权为自己辩护 我们应该等待法院的判决 而不是先入为主的认定他有罪 否则我们就会重蹈历史的覆辙 把无辜的人推入深渊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 评论 前纽约州长助理被控充当中国代理人 从政坛惊爆到国安威胁 啊 这事到真是没最狗血 只有更狗血 前纽约州长凯西霍楚 凯蒂霍扣的高级助理 林达孙Linda Sun 本周二被控秘密充当 中国政府的代理人 甚至还顺道 蹭了数百万美元的回扣 和一系列高端奢华礼物 光是这事儿 就足以让整个纽约州的政坛 未知震惊 何况他还拉上了自己的丈夫克里斯 胡 Chris Who 一起开场大戏 案件的起因是 联邦检察官指控孙 利用他在州政府的职位 为中国政府谋取利益 他的攻击包括阻止台湾政府代表与纽约州官员会面 甚至还安排了一位高级官员访问中国 这对夫妻可谓是赢了面子又赚了李子 其中包括一台2024年的法拉利豪车 以及在纽约和夏威夷价值数百万美元的房产 烧脑的法律剧情 外国代理人 洗钱 签证欺诈 孙的豪华套餐 一部真人版的法律剧在布鲁克林联邦法院上演 孙被指控犯有签证欺诈 违反外国代理人登记法 洗钱阴谋等多项罪名 而他的丈夫胡则涉及 洗钱阴谋和银行欺诈 这对夫妻似乎已经成为了法律界的大明星 每个罪名都足以让人瞠目结舌 令人惊讶的是 孙和胡的这场大戏其实早有伏笔 今年三月 霍楚的办公室发现孙的行为不端 立即解雇了他并向当局报告 这一举动无疑成为了他们最终被捕的关键 此时联邦检察官布雷恩·皮斯 Bream Peace指出 这对夫妻的计划威胁到了我们国家的国家安全 这话说得可不轻啊 豪华待遇与隐身术 孙的双面人生 孙的履历表看起来相当励志 他曾在纽约州政府的各个职位上工作了近14年 还是前州众议员孟昭文 Grace Meng的幕僚长 他不仅是霍楚政府中任命的最高级别亚裔美国人 还曾担任劳工部的一个重要职位 可以说 他的职业生涯是金光闪闪的 然而 这些光环背后却隐藏着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 他向中国政府提供了无数的内部消息 还安排了多次高级会议作为回报 他甚至还为中国政府官员提供了纽约州官方公告 这可真是把双面间谍剧本玩得淋漓尽致 孙的律师贾罗德 谢福 Jared Schaefer 在听证会后表示 我们的客户对这些指控感到非常不安 恩 这话听着真是讽刺极了 中国因素 国际政治的阴影 这次逮捕事件无疑让人们更加关注美中之间的微妙关系 美国司法部近年来加大对被指控为中国和其他对手工作的人的打击力度 这次事件只是其中一个例子 从天安门抗议活动的参与者被控为中国代理人到在纽约市经营秘密警察站的男子被捕 美国对中国的警惕性显然达到了历史新高 总而言之 琳达 孙的这场大戏 已经成为了国际政治与法律界的热点话题 她和她的丈夫在9月25日的下一次出庭将揭示更多内幕 不管最终的结果如何 这起案件无疑将成为一段令人难以忘怀的历史篇章 也再次提醒我们 国际政治的阴影无处不在 若想在这个复杂的世界中生存 还试得多长点心眼啊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经济学家、媒体人、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外参与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角色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字 我有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我的十字幕志愿责地公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